7月31日凌晨,新疆阿克陶县以偏远村庄凸现巨大坠落物,向一座80米高堆放垃圾的土包砸开,形成一个直径3米的深坑。 由于事发地点偏僻,未造成人员伤亡,当地国土资源部门及消防官兵初步推断为陨石坠落。 事发地点位于新疆阿克陶县布伦口乡盖兹村盖兹边检站附近。 据当地村民回忆,31日凌晨2点多,在睡梦中突然听到一声巨响,感觉地动山摇,墙上的玻璃也被震碎了。 据盖兹边检站的边防官兵们描述,当时也是听到一声巨响。 4日清早,村民发现离屋后大约80米的一个堆放垃圾的小山包被炸出来一个直径约3米的大坑。 坑最深处约2米,呈道圆锥体状,大坑旁边约10米长的围墙已经倒下。 大坑周围的植物已经干枯,坑内原本湿润了泥土,已变成干燥的尘土,空气中还弥漫着烧焦的味道,坑里面热气腾腾。 目前,消防官兵已将大坑周围拉起了警戒线,初步判断极有可能是陨石坠落。 但坠落物大小,是否具有辐射性和危害性等因素,还在等待相关专业人士进行进一步的开挖检测。